Zither Harp 所有前面 主日平安 平安 我要特别来问 我们当中听福音的 没有受洗的 如果你是没有受洗的 我可以举一下手 我们当中 如果你是没有受洗的 好 欢迎你们 向你们问安 今天大家拿着这个周报 看到这个封面 吓死了 我没有跟那个设计的童工商量 但他好像知道我要讲什么 那这一段的经文呢 很难了 有一位牧师说 他给了一个标题 有耶稣在供击 因为 因为整个这一章 是大规模的杀伤武器 整个这一章是 整个一章都是对 对假冒为善的你们 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的文士 所发出来的准备 那有一位牧师说呢 这个是尼赛亚的告别词 主已经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 他即将要被捕 他即将要走向十字架了 在整个马太福音当中 我们讲五大段的讲论 已经要来到最后一段了 不过呢 二十三章全部都是对 文士跟法利赛人的 一个猛烈的进攻 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否定 不过这一段完了的时候呢 没有加上一句 之前比较 你都会听到的说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因为二十四章开始呢 又接着就讲 我们通常说的灯山 不是 橄榄山的讲论 换了一个场地跟听众 所以呢 有人把二十三章呢 跟后面的二十四二十五 连起来 把它作为 马太福音当中的第五段 最后一段的讲论 那最后一段的讲论呢 都是很猛烈的 二十三章呢 是一个对法利赛人的一个 真的是攻击性的一个批判 然后二十四和二十五章呢 是关于末后的审判 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结局 当然开始对教会当中 神的儿女们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里面 发出这个警醒 所以呢 耶稣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 所说的话 是很重的 那我想问小朋友们 一个问题啊 你们是喜欢吃硬糖 还是喜欢吃软糖呢 有一位牧师说 他说耶稣讲的话呢 有很多的话呢 比较像是硬糖 什么是硬糖呢 就是你一下子丢在嘴里啊 他还感觉不到味道 他要小心翼翼的 试着舔一点 小心翼翼的吃 感觉不错 试着大的胆子 再加快一下速度 然后到最后 你才敢放心的享受 对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 你需要反复的品尝 甚至到最后反复的拒绝 如果你吃的太快 有可能你需要去看牙医 如果你吃的太快 有可能要需要 经过训练的人 给你引人工急救了 但是呢 吃到最后呢 你把它含在嘴里到最后啊 都舍不得吃完 配可硬糖一般呢 我们小时候一般是可以吃一个小时的 但是卵糖一丢进去了 啪 没了 巧克力的这样子 还有土耳其卵糖 小朋友们记不记得 在那个那尼亚传奇当中 土耳其卵糖 是女巫拿来 引诱那个谁 艾德蒙对吧 所以 软糖不好啊 所以今天这一章的经文 类似于二十三章这样子的 严厉的经文 艰难的经文 它同样也出于那一位慈爱的 耶稣是爱对吧 那一位主耶稣之口啊 那一位宣告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你们哀痛的人有福了 的耶稣也在这里面宣告 你们有祸了 你们有祸了 主的话都是甜的 没有苦的 但是主的话呢 像是印堂 稍微有点苦 稍微有点色 但是吃着吃着呢 甜才能够出来 我们盼望今天我们有两次的讲道 来讲这个二十三章 这一颗印堂 我们稍微做两个比较 第一个的比较呢 我们看那个旧约跟新约的一个比较 我请你们如果有圣经你们可以翻到生命记的三十章 在生命记那里呢 摩西对着悖逆的以色列人 神已经拯救了他们 但是他们在旷野当中不断的背离这位神 神在四十多年以后再一次的呼召摩西 再一次的与他和百姓立约 要带他们呢 开靶 要进入家来 那么在那一大段的讲论 重新的立约之后 你看十五节 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看啊 我今日将神与福 神与佛 神明在你面前 前面摩西讲了很多 关于咒诅的话 他讲了很多的咒诅 所以神要咒诅你们 在二十八二十九章的时候 很有意思的是说 当摩西每说一个神 如果你们这样 如果神这样这样 神就要咒诅你们 然后百姓每听到一个咒诅 就说阿们 然后摩西呢就说 生死和过福 我两样哈 我没有 保罗怎么说 我没有避讳 这个有一句不告诉你们的 然后你看第十九节 后面十九节 我们再读 我今日忽便还命 向你做结证 我将生死过途 神明在你面前 所以你让前前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一都得存活 阿们 在整个的旧约当中 神与他百姓的约当中 你很清清楚楚的看到 有福了和有祸了 这两个话 其实是不断的好像交响曲 好像一个副调一样的 反复的不断的出现 上帝从来没有 只是告诉你 有福了 有福了 他当然也不会 只是告诉你 有祸了 有祸了 生与死 祸与福 一直在整个旧约 神的教导 还有呢 以色列的百姓 对神的那个态度 顺服 愿意跟随 但是又卫力 但是又远离 那整个旧约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反复呢 神的儿女 信靠和卫力 在不断的反复 对吧 神在他的约当中的 咒诅与祝福 也是在不断的反复 不是说神的意思有反复 而是神带领他们的 宣告审判 最后再一次的拯救 再一次的审判 再一次的拯救 这个不断的翻转的过程 也在反复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 我们看到二十三章当中呢 如果你数一下 这些假冒伪善的 文士跟法利赛人有过了 大概有几个有过了 有七个 对 所以呢你就 你不是 我不是还记得 登三宝训吗 登三宝训里面 八佛幸好多一个 不是这么简经的 不是说 福有八个 福有七个 还好生一个 但是在这里面看到是 好像旧约跟新约的对照 好像救属地死当中的 那个福与落 生与死的 那一个的对照 你知道马太福音是 有很强的 旧约的背景 他不断的在向我们预告说 这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子耶稣 就是以色列所盼望等待 的那一位女赛亚 他不断的说 旧约当中的那一个 悖逆与顺服的那一个 不断的那个反复 还有旧约 救属历史当中 那一切的预言 那一切的伏笔 那一切的神所赐下的敬拜 还有圣殿 还有各样的献祭 都是指向这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 都要在他的身上断了的 要重新的结起来 好像结束了的 在这里有新的开始 那没有完成的 在他这里 要最后的这个成全 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 五章跟二十三章 现在耶稣进入到他的教训的尾身了 耶稣要走上他反复预言 终于要被钉十字架的格格塔到路了 这个时候前面所讲的有福了 跟这里所讲的有获了 再一次的呢 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所以呢 我们是要在这种 生与死获与福的 强烈的对比当中来看 前段时间 有人写了一篇文章 在网上很流传 说在北京有两千万人在假装生活 那当然也可以扩展说 在中国有十三亿人假装他们在生活 所以呢我就看到有一个组内的网站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说 北京有两千万人在假装生活 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在假装信主 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在假装敬虔 我想这个标题可以作为二十三档的主题 耶稣就是来挑战这句话 前段时间呢 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个新闻有的写 变得很红啊 就是河北溢县 有一个地方呢叫做奶奶庙 其实中国到处都有这个奶奶庙 这个奶奶庙呢一看 其实特别简陋 就像那种板房 这个卷联盟铁的 拉起来一个一个的摊位 然后那里面什么奶奶都有 求职奶奶 高考奶奶 做生意的奶奶 还有总之就是保佑你这个 生活各个方面的奶奶 然后还有什么车神啊 什么财神啊 药王啊 一个地方各路神仙 全部都齐备 一个人一个摊位 整个就是叫做奶奶庙 我看见有一个网上的评论 他说整合神界的分散资源 说奶奶庙形成了 中国人灵魂需要的民生综合服务大厅 你会看到一件事就是 今天的中国社会呢 宗教的需求被激活了 宗教的需求如饥似渴 甚至已经有人已经看中了 这已经要成为GDP的新的增长点 今天中国社会 中国人里面最大的 上没有被满足的 正在被满足的需求 就是宗教的需求 那个粗衣不堪的奶奶庙 就像八十年代县城里面到处都有 卖盗版磁带和乐置化妆品的小摊一样 因为供应不足 所以生意都很火 在中国今天哪个庙子生意不火 所以有很多的人来承包寺庙 这七位的那种姐妹 因为你们不放胆传福音 所以奶奶庙生意兴奋 因为教会不放胆传福音 所以奶奶庙生意才兴奋 是这样吗 不过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 我是想要指出 当人类心中的宗教需求 被激发出来的时候 这是这样一个时代 既是福音的机会 也是福音的一个危机 这其实是我们中国今天这个时代 与耶稣当时的犹太社会的 一个很相似的地方 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 大多数的中国人或者主动的 或者是被迫到最后也是主动的 都成为了无宗教之人 中国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 成为了整个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无宗教之人的共同体 而今天的中国社会 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 就是无数的无宗教之人 正在陆续的逐渐的 渐渐的成为有宗教之人 中国社会将会回到 人类社会的主流形态 就是重新进入一个 由有宗教之人所组成的正常社会 因为我们已经不正常了半个世纪 各位请注意我说的正常社会 是正常的罪人的社会 所以当你看见奶奶妙的新闻的时候 你会说中国社会终于正常了 因为这个是中国历史上 大多数时候正常的民间形态 人们一定要信点什么 不信耶稣的人 总要信点什么 什么都不信的人 他根本就不是人 他不是正常人 因为只有促人是没有信仰的 因为他们不需要信仰 我看见有一幅漫画 有几只鸭子在那里争吵 一只鸭子说烧烤好 另外一只说红烧伟大 另外一只说挂炉正确 你看动物是不需要信仰的 动物最多需要一个政治立场 但是人是需要信仰的 人对于一切自己不能够把握的 不能够确定的未知之事 不但充满了恐惧 这是人的特征 而且也充满了渴望 人需要信仰 因为人有灵魂 正如身体会饥饿 灵魂也会饥饿 人的灵魂饿了 他要什么呢 耶稣基督在旷野吃炭的时候说 人的灵魂饿了 他需要什么呢 他需要上帝的话语 人的灵魂渴了 他需要什么呢 他需要爱 他需要爱 他需要安慰 他需要拯救 所以这是机会 无数的无宗教之人 正在苏醒成为有宗教之人 宗教需求成为中国社会 最强烈的一种需求 但是危险是什么呢 为什么说这是福音的一个危险呢 危险就是在耶稣那里 恰恰是有宗教之人 才是距离福音好像最近 但同时距离福音最远的人 一旦无宗教之人 开始成为有宗教之人 请注意 有宗教之人在福音书里面 是耶稣所批判的主要对象 耶稣在整个福音书当中 主要不是在批判无神论者 因为那时代没有无神论者 这种很不正常的罪人 那个时代里面都是一些很正常的罪人 就是有宗教之人 而耶稣的猛烈的抨击 是针对那些灵魂的 宗教的可求正 苏醒过来的有宗教之人 所以你能够想象吗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中国一般民众当中公认的 最虔诚的人是谁 不会是教会的牧师 是谁 是那些前往不打拉弓 朝拜的去山上赚金的 十步一磕头的藏族人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是谁是人们心中的拉比 也不是教会的牧师 是那些被北京的达官贵人们 人波切 是吗 但是你能够想象吗 如果耶稣来到今天的中国社会 祂会最严厉猛烈的抨击 和批判的人是谁 是他们 是中国人所认为的最虔诚的人 是中国人的灵魂需求 宗教需求被激发出来之后 所以耶稣所认为的那些拉比们 恰恰因为他们是有宗教之人的典范 所以你明白这一点吗 有宗教之人 是那些无宗教之人 心中敬而远之的一个偶像 哎呀 那些人没信仰 人家有信仰 但是呢 有宗教之人 恰恰是耶稣在福音书当中 攻击的焦点 直到二十三章达到一个顶峰 那就是如果你说 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里面 犹太民族是最有信仰的 犹太民族里面最有信仰的 就是约瑟夫说 大概不超过六千个人的 当时的法利塞人群 而耶稣最猛烈的 抨击的焦点和火力 在这一章全部集中在 最优秀的人类社会 最敬虔的人类社会 所以今天教会当中 坐满了宗教情感 和宗教需求被激活之人 你们来到教会当中呢 一定都是有宗教之人 但是你们真是信福音之人吗 这一章是蒙药 这一章也是印堂 这一章的焦点 是区分有宗教之人和信福音之人 这一章的核心的信息 这一章对你的最重要的挑战 是告诉你 有宗教之人 与信福音之人 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 这一章对整个犹太教 直到今天构成了最强烈的刺激和反对 因为当时六千个法利赛人的社群 就是之后直到今天的犹太教的祖先 犹太教的意思就是一种拉比式的 对旧约信仰的传承 当他们拒绝了耶稣的福音之后 所以因为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 特别是在贝鲁之前 有点像去奶奶庙的人 他们明明有耶和华为他们独一的神 他们明明是被耶和华背了背上来归他 可是他们忍不住要去隔壁的奶奶庙 因为他们的宗教需求胃口真的很大 所以整个旧约当中对以色列人最重要的猛烈的抨击是什么 是拜巴黎 什么叫拜巴黎就是去奶奶庙嘛 就是随从迦南各族的什么 别神 他们不是有神吗 但是他们要跟从别神 他们不是有耶和华吗 他们干嘛去奶奶庙呢 在整个的旧约当中 以色列是从万族当中 万族都是拜偶像的 人类的文化 万族里面都是有神论的 他们都是拜各种各样的神 只有以色列被上帝区分出来 告诉他们只有这一位神 所以在万族当中 只有他们叫做一神论者 对吧 只有他们是拜独一真神的 可是你注意 只有他们是拜独一真神的 只是圣经当中的一个上帝的启示和宣告 并不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和生活当中的真实状况 虽然神把他们区分了出来 使他们成为拜独一真神的民族 但是整个旧约的时代的以色列人 并没有真正的与地上的万族有本质性的区别 他们仍然是同时敬拜耶和华 和同时去揽揽的人 那在两月之间呢 经过了神的不断的击打 不断的击打 被奴归回 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抛来抛去 直到四百年的时间被称为什么 沉默的时期对吧 黑暗的时期 因为神好像不在我们当中了 你们要去懒懒庙去懒懒庙了 神不在你们当中了 圣殿被毁了 大祭司的祖谱没有了 大卫没有子孙坐在王位上面了 然后以色列当中几百年 已经没有心的先知出来了 在这样的时候痛定思痛 在以色列人当中 就开始有一些人 特别是法利赛人 所以你注意在这个时候 法利赛人其实是有一个正面的第一 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兴起来 他们看起来完全的弃绝了 对别神的偶像崇拜 他们再也不去奶奶庙了 因为去奶奶庙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 所以他们终于在耶稣的那个时代 这一班的以色列人看上去应该是真的成了一神论者 是真的成了只敬拜耶和华的一个族内 都一上帝开始成为他们信仰当中 他们用生命要去捍卫的 与万族之间的一个迥然的不同 你们是敬拜偶像的 你们是拜多神的 为我们是单单敬拜耶和华的 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应该从 那个普遍意义上的有宗教之人 而成了信福音之人 成了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的族内 对啊 可是当耶稣来到他们的当中 耶稣来到他们的当中 本身就是要显出来 不 他们仍然只是有宗教之人 而不是信靠耶和华的顺命的百姓 那不但是今天的犹太教 包括今天甚至很多教会的神学家 和圣经的学者 都觉得自己很难接受 这段经文说指控的对象 包括不包括大马社路上遇见耶稣之前的保罗呢 那个时候他叫什么 少罗 包括不包括像约瑟福这样子的 伟大的拉比的历史学家呢 或者说包括包括今天所有的犹太人呢 哇 那不是那反犹主义了吗 所以他们觉得这样的神学立场 在今天这个世代相当的不正直正确 这等于把人家的宗教彻底否定啊 所以这段经文很难 这个硬堂有点涩了吧 有点苦味哈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连教会的很多的神学家 很多的圣经学者 很多的教徒都没这么想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已经从信耶稣之人退回到了有宗教之人 这就是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和悲剧 全世界有二十多亿人宣称自己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 但是他们当中有到底有多少人是耶稣在这一章当中所猛烈崩击的尚未真正信靠基督的福音的有宗教之人 那我们再问刚才那个问题 北京有两千万人在假装生活 中国有十三亿人在假装生活 那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在假装信耶稣 在假装敬虔 那我们来看经文当中另外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这一章一开头说文师跟法利塞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遵行 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这里的意思大概好像是说 法利塞人的主要问题是说的是对的 但是做不出来 大概听上去是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第一这个跟之前 耶稣对法利塞人的批判好像有所不同 耶稣在之前怎么说 在登山宝序里面怎么说 登山宝序里面有一个常用的固定的句式 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对不对 在那里不断的否认法利塞人对律法的教导 是错的 15章 马来福音15章 耶稣在那里说 你们为什么凭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对吧 比如他们对孝敬父母的一个教导 或者他们对奉献的一个教导 这里面也提到奉献的教导 耶稣说 这就是你们借的遗命 废了神的诫命 耶稣基督说 法利塞人对他们的遗传的一个坚持 已经在实质上违背了摩西的律法 对吧 15章第9节说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作神的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网人 那法利塞人的问题 应该不只是说的都是对的 只是没做出来 耶稣基督之前说他们说的都是错的 那第二呢 这个开头似乎与后面 与法利塞人的那个猛烈的抨击 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我们看接下来对法利塞人 七个具体的有获了的责备 不过我不会展开 因为这是我们下一次正道的重心 在这里呢 我要重点来分享的是这两点 第一呢 就是福与祸之间的强烈的对照 那么第二呢 就是有宗教之人 与信福音之人的迥然的不可 我们把这些批评呢 大概分成两类 第一类呢 叫做言行不一致 换成我们中国文化的话 就是说 耶稣批评法利塞人 他们做不到知行得一 那第二类的批评呢 就是说他们渴望得到人前的称赞和肯定 这是他们所行的一切表面 尽全行为的内在动机 所以耶稣的一类的批评大概是指向他们外面的行为 说他们说得好做不到 那么一类的批评呢指向他们里面的隐秘的动机 大概也跟外面行为有关 比如说之前有讲的说 站在会堂上 街上故意祷告 然后进了十之后把自己的脸弄得很难看 甚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十了 对吧 这些当然是跟外在的行为有关 但是基督在这里呢 是在想揭示出他们的什么 内心的进前的动机 因着内心的动机的污秽 而使他们外在的行为呢 变得不进前 那我用到中国文化当中 另一个词来讲这里的假冒伪赛 叫做伪君子 我请问一个问题 中国文化当中的伪君子的代表 是谁 是什么样的人 在金庸的小说中 我想就是笑傲江湖中的岳父群了 但在古龙笔下一定不一样 在古龙的笔下里面 基本上江湖上的高僧大德 全都是伪君子 唯一好一点的就是浪子 妓女 然后被江湖上所有的人都不齿的人 对吧 浪子小女飞刀啊 对不对 在三少爷的剑里面 在妓女里面工作的没用的阿吉 你会发现古龙的小说当中 跟福音书的画面很像的 凡是江湖上有名望的 凡是高僧大的 全都是伪君子 全部都被否定 唯一好一点的都是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道德是什么 瑟利跟昌悉的福音 所以金庸的小说 都是大侠和高僧的江湖 对不对 古龙的江湖呢 都是瑟利跟妓女的江湖 但唯一不同的是 在他的小说当中 没有耶稣 没有出路 生和死之间 没有一个颠倒过来的理由 福与祸之间 没有没有一个翻转的理由 好 你说君子实际上是小人 小人又怎么成为君子呢 他也没有一个呢 倒过来的理由 所以有人说这个金庸的小说呢 他是好像代表了儒家的精神文化的一个传承 古龙的里面呢 是比较有点像老子跟庄子 对那个儒家的道德的辛辣的讽刺 因为在老子的眼里 谁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伪君子的代表呢 在老子的眼里 伪君子的代表就是儒家本身 对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讲 很难的 他可以承认岳不群是伪君子 但是他几乎无法面对说 孔子是中国文化中 一切伪君子的代表和典代 这就是这一章耶稣基督的话 犹太社会当中最优秀的人 一定要把他定死 如果耶稣是来到中国的传统儒家社会里面 宣传福音 同样的 中国所有的儒家人物 一定会把他定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耶稣在这里想要指出来的焦点 并不单单告诉你 岳父群是伪君子 耶稣在这里要指出来的焦点 告诉你君子本身就是伪君子 耶稣要告诉你的是在他之外没有君子 耶稣要告诉你的是说有两类的假冒伪善 一种是故意的 有意思的假装自己不是的那种人 他根本心里就不相信自己所假装出来的那个外貌 这就是岳父群的卫善 他根本不相信他假装出来 或他被他的弟子所教导的那一件 那是他的工具 这个叫伪君子 我们都同意对吧 但是有另一种假冒卫善 叫做打心眼里假冒卫善 耶稣在这里抨击的一个焦点 叫做打心眼里假冒卫善 他们不是有意思的故意在假装 他们真诚的在假装 你明白吗 真正的伪善 是很真诚的 把不善当作善 把恶当作善 把自己的不义称之为义 真诚的如此去行 耶稣的意思是说 凡不信他的人 他就要走上十字架了 他说凡不信他的十字架的人 不把自己的尊严 不把自己的宗教的寻求 不把自己的人生的价值 不把自己灵魂的救赎 单单建立在耶稣的十字架之上的人 建立在基督对你的代替之上的人 那么这样的人 他们在道德上的追求 他们在宗教上的一切的秩序 都是装甲 都是装甲 前一种人知道自己装甲 还在装甲 今天这种人的代表是什么 这种人的代表 基本上是在中南海 和各级党政机关 他们明明不信 他们假装自己信 第二种人呢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装甲 这种人一般在哪里 一般主要都在大专院校里面 耶稣基督说 对这两种人都需要解释出来 他们的伪道德和伪宗教的真相 那我举两个经文中的例子 第一呢在这段经文当中 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两句话 是反复的就是主对法利赛人的一个称谓 反复的出现的 一个说他们假 你们这假莫伪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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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你很难受很刺耳 对吧 还有一句呢 虾 对了 假和虾 在这一章当中是 互相解释和互相呢 补充互相应寸的 十六章 十七章 二十四章 二十六章 不断的说你们这瞎眼的人 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 你们这些瞎眼领怒的人 所以假的 真正假到了真处叫做真一假 对吧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所以马太是说他们其实是瞎了眼睛 所以他们看不见自己的假 但这并不等于他们的真 因为这是他们的瞎 所以那些看不到自己的假的人 那些不知道自己是瞎的人 他们在道德上 他们在宗教上 他们还说自己两头真的 起初是也是真 现在悔悟了也是真 他还真了两回 第二个例子 在加拿大书第二章那里 保罗 保罗 自责 彼得 和什么 巴拉巴 说他们怎么样 水火 装甲 当保罗 当保罗说彼得 跟巴拉巴 在那个场合装甲 他们 他们本来跟一些外邦的基督徒 在一起吃饭 对吧 当一些犹太的基督徒下来了 这些犹太的基督徒 是认为那些外邦的基督徒 是不解禁的 对吧 他们的属灵的地位是更高的 他们是根红苗镇的 以色列人 然后彼得跟巴拉巴拉 就赶紧跟那些 跟那些四川的呀 还有什么是吧 荷兰的基督徒就分开了 就跟从耶路撒冷来的 纯爷们的这个 以色列人 都在一起吃饭了 然后保罗说 你们装甲 他这个地方的装甲 这个是岳不群呢 他是谁呢 彼得跟巴拉巴在这个地方 是哪一种的装甲呢 好像两种都有一点点 也许他们心里 并不这么认为 受到了群众的一种压力 但是也有可能 在他们的里面 其实那一个福音的实质 还没有真的在那个时候 掌控他们 对吧 他们仍然要回到他们肉身的 那一个宗教的身份当中去 来通过他们外在的金钱 证明他们是谁 就让我再说 有一位 鲁家的学者梁树明讲过一句话 其实很多人都讲过这句话 他们说中国文化的伟大 就是他们不求于外 他们反求诸己 就是向他们的内心去寻求 在耶稣看来 反求诸己就是装甲 这是今天的中国社会 和中国的文化 所要听到的福音 所要揭示出来的假宗教 和伟道德的实质 反求诸己就是装甲 反求诸己 而不信靠外在于自己的义 而不信靠耶稣基督 那代替自己的义 而不信靠耶稣基督 白白的揪灌在我们的身上 善灵者自古 讲到那个王的故事的时候 那个礼服的故事的时候 所表达的 除非发掉自己的衣服 穿上主耶稣基督 给自己的那一件衣袍 对吧 若不如此的话 就是伪君子 不愿意来父王的演习的 后来父王的演习 却穿着自己的衣服 不肯换的人 就是伪君子 所以各位 这个糖 应该马上要吃到中间了 一般那个衣堂中间 都有软软的一小块 对吧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恩典就会出来了 当我们的那一个致意的 所以法利塞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当然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 是所行的完全 与他们教导的不服 比如说这里说 倾吞寡妇的家产 我们真的很难相信 在大马社路上 没有遇见耶稣之前的扫罗 会是倾吞寡妇家产的人 是吗 真的还是有很多在道德上 很让我们敬佩的 一些令人尊敬的犹太的拉比 包括中国鲁家的君子 包括其他在所有的宗教当中 那些所谓的有宗教之人的 民众以为的尽全之人呢 难道他们都是清通保护家产的人吗 当然不是啦 不是所有人是啦 但是法利塞人被抨击的真正的那一个罪 那一个罪如高荒 那一个病如高荒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罪和看不到自己的瞎眼 以至于真诚的装甲 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了 圣经已经赐给人类了 福音已经传到地籍了 你已经听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了 在这个福音之外 继续寻求自己的义 继续寻求有形的和无形的一切的揽的妙 继续将自己的道德和自己外在的一切的 道德的境前或宗教的境前 视为自己的身份的来源 视为自己的救赎的都是装甲的人 谁能够叫醒一个装甲的人呢 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 在整个以色列社会当中 包括你们当中的大祭司 包括你们当中的最令人尊重的Nabi 都是一群装睡的人 谁能够叫醒一群装睡的人呢 我看到一个笑话说 除非关掉空调 不是关掉空调 而是听电福音 而是跟随着这一位 狠狠地揭示了你 批判了你 吃通了你的这一位主 你看他说了这个话之后去哪里 他默默地 他为你走向格格堂 他为他所批判的人 他为悖逼他的人 他为悖逼他的人 走上十字架 他告诉你一件事 一是外在于你的 一是由一的那一位 有人来问他说 夫子对吧 什么是善呢 耶稣怎么说 你为什么向我问善呢 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 夫子呢 因为只有一位 是善的 除非你认为 除非你相信 除非你认出来了 我就是那一位 然后你说主啊 如果你就是那一位 如果你就是唯一善的那一位 唯一的义的那一位 那你为什么要为那不义的去死的 你为什么要 因为那不善的就是恶 而走善的十字架呢 那么福与获的翻转 生与死的颠倒就在这里 摩西说 生与死我都摆在你们面前 福与获我都说给你们听了 你们选哪一样呢 经过整个救赎的历史 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时代 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而是我呢拣选了你们 生与死摆在罪人的面前 罪人选的一定是死 福与获摆在罪人的面前 罪人选的一定是获 除非有一位他说佛玄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以前看过一个 好久以前 香港的一个江湖片 那里面有一个情节 那个人拿了一杯毒酒 一杯不是毒酒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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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那两杯 然後你选 那你选 然后你选了毒酒 你要死 然后另外一杯给那个人喝 然後他又活 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怎么选吗 你不知道哪一杯是毒酒 对吧 你选的一定是毒酒 主知道因為他是主嗎 主選了那杯毒酒 主讓你簡選生的方法 就是他主動選了死 他讓你選福的方法 就是他主動選了貨 他讓你喝了這一杯 是葡萄美酒夜光杯 不是喝了要死的獨杯的方法 就是他獨自的自己引進這一杯毒酒 這就是福音 這是一個我們無法想像的福音 這是一個把自己的身份交出來的福音 不算懼怕 你知道 你知道我們有的時候在神面前禱告 當我來預備的時候我說主啊 我說在我的身上 我是中國文化血液當中浸泡所生的人 我的裡面有中國的文化的毒酒 我以前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主裡面有知識分子的各種的道德主義跟制義 我今天蒙招在教會當中服侍 我看到這些進我的時候 我很害怕 我還以為這裡面都講領袖的對吧 你們喜歡人家叫你牧師對吧 特別叫主的牧師對吧 還要叫著名的牧師對吧 你們喜歡坐在高位對吧 你們喜歡吃飯的時候 然後聽說王牧師男你坐這兒吧 哎呀這些都嚇死人了 所以我在神的面前禱告說 主你怎麼 我們每個人都非常的恐懼 別人對我們的不尊重 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得到他人對我們的肯定 當他人讚揚你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屬靈的身份得到了一個確據 有福的確據 對不對 當別人攻擊你的時候 說你壞話的時候 你知道你受到了威脅 你不單單只是情緒上難過 你覺得你受到了威脅是你的屬靈的地位 也受到了威脅 因為你似乎失去了茫茫的確據 這是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的壓力 這是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的一個 好像很自然的反應 因為我們很擔心在這個宇宙當中被人遺忘 我們很擔心在這個13億人的共同體當中 被視為是一個lobody 一個loser 所以我們發現朋友缺是我們的福音 我上次看見那個酒在溝地震的 我在網上就看見一句話說 四川人遇到地震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不是逃跑 不是起來 也不是趕緊給自己所愛的人打個電話 而是馬上發朋友圈 你就能夠明白這裡所講的法利塞人 為什麼他們禱告要讓人知道 為什麼他們禁食要讓人知道 為什麼他們喜愛在會談當中的高位 為什麼他們一切的宗教敬善的行為的背後 實際上都是他們內在的那個動機 就是他們希望透過自己的敬善的行為 和在人群當中所得到的肯定 來獲得他們屬林身份的安全 和一個蒙恩的確據 耶穌基督說這就是不信我的結果 這就是不信我之人 這就是不信福音的有宗教之人的特徵 各位 在你的身上 就像在我的身上一樣 有誰沒有這樣的特徵 所以在這裡 一個是一個一次性的挑戰 在我們當中有來信福音的朋友 福音要求你做一個一次性的挑戰 生與死 福與我擺在你的面前 沒有在你裡面的義 沒有在你裡面的良善 唯有單單的信靠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在你這個地方有一個截然的一個交換 有一個截然的對自己的決決的否定 這是信耶穌 交出自己生命中的主權 承認自己是一個全然敗壞的罪人 承認整個人類的文化 都是被罪所污染了的 所有人類的歷史上 在耶穌基督以外的偉人 高升大德 或者是那些人類的偉大的人物 他們也卻有他們偉大之助 但是在耶穌基督以外 都是裝假的 然後對於我們已經信主的弟兄姊妹來講 這一個的挑戰又持續一生之久 讓我們不斷的每一天 來到上帝的面前問 我的生命的安全感建立在哪裡 我的那一個蒙神的祝福的 那一個屬靈的生命的確據 是來自於他人的認同 還是來自於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替 一旦我的促進發生了一點變化 我的收入忽然減少了 我忽然生病了 我忽然被拋入到了一個困難的境況裡面去 我建立在耶穌基督裡的那一個喜樂 那一個平安 那一個良心的自由 那一個淋漓的滿足 似乎一刻就失去 這是不是我們的常態 是的 這是我們的常態 因為我們不斷的再一次的回到主耶穌基督的面前 那我最後兩點來總結 為什麼耶穌基督說 他們所說的 他們把重擔放在人的肩頭 但是他們卻一個指頭都不動 我又要講到古龍小說裡面的一個情節 大概好像是三少爺的劍裡面 那裡面那個三少爺要死了 然後呢他就到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有一群人 都是一些不不通通的人 然後呢他就問有一個女子 那個女子呢 剛剛結婚幾年 丈夫就已經死了 他已經守寡了十幾二十年 然後呢村子已經在外面給他立了一座叫針結牌吧 然後呢他就問那個女子 因為他只有三天的 這個這個他中了毒 他就問這個女子說 如果你只有一天可以活了你想做什麼 然後呢說我要好好的這個怎麼樣 然後相信爸爸媽媽怎麼樣 然後呢他就把劍拿出來了 他一下子就逼著這個女子的喉嚨上 你給我說真話 只有一天可活了你到底想幹什麼 他說我想嫁人 然後他爸就在旁邊說 你你你你你你 然後呢他就 爸我已經想了十幾年了 然後呢他又看旁邊有個教書先生 然後大家說 這是我們村子裡面最受人尊重的 整本倫語能夠倒背如流 然後呢他就對你們說 如果你只有一天生病了 你想幹什麼 他說我安安靜靜地坐在房間裡面 讀一讀讀 然後喝一杯酒 平平安安的接受死了 然後他又把劍拔出來了 然後放在他的這個喉嚨上 你給我說實話 他說我想喝酒 我想去城裡的妓院 我想怎麼樣 啊所有在他旁邊的人 王老師 李老師 你怎麼會這麼想 然後他說 其實我十幾二十年一直都這麼想 只是我不敢 耶穌基督的意思說 這就是法利塞人 他們成功地騙了自己一輩子 他們的裡面無法被改變 他們外面做再多的事情 做善事 不能使人成為善人 你明白嗎 你做了很多的事 其中有一些事 真的是很好的事 一個罪人 行了大量的善事 本身並不能使他成為一個良善的人 除非他的心靈被改變 除非造他的那一位 起初把靈放在他裡面的那一位 用他的保血 用他的從死裡復活的生命 在他的裡面 我們唱著一首歌怎麼說 主啊 求你為我造 洗淨 清潔的心 使我的裡面 重新有 正直的力 阿們 阿們一曲聽完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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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我們 超過我們的想像 我們一切的道德的行為 和外表敬虔的行為 包括對宗教的寻求 等裡面的動機 都是骯髒的 都是誤會的 我們騙了別人 有的時候騙不了自己 有的時候我們騙了自己 但是主啊 因為你的話語 正在我們的耳朵裡 存在我們的心中的時候 讓我們知道 我們騙不了你 所以你就讓我們 揭示出我們人生的真相 讓我們也騙不了我們自己 讓我們停止裝假 讓我們在你的裡面 渴望保血的遮蓋 渴望一顆 重新有正直的靈 重新有清潔的心 在你們面前 悔改 信靠我主耶穌基督 寶貴的高難 感謝再為神 奉主耶穌基督 寶貴的生命 感謝主 讓我們從瞎眼和假鬧當中 正救出來 我們 和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